欢迎卡丽拉斯的演唱会 昨天晚间在苗栗盛大的登场了 包括了许久不见的台中市长夫人邵小玲女士 也亲自来到了现场共襄盛举 这次苗栗县政府大手笔砸下了2000万元 举办了免费的户外演唱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免费呢 原来这县长刘震宏是有用意的 因为一方面除了带动观光 还刺激了好几倍以上的经济商机 当然同时也把这个世界级的表演带进台湾 这绵烟不绝的人潮 为了全市现场聆听卡丽拉斯的迷人风采 您好 晚安 高规格接待灯火通明的户外会场 是苗栗县政府花了2000万精心打造 而明指挥家大外赫曼纳兹一出场 就让观众掌声四起 长荣交响乐团搭配演奏 卡丽拉斯一曲伯爵夫人的涌叹调 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卡丽拉斯来台是一文件盛事 现场三万五千个座位坐无虚席 仔细一看 少小林女士也在观众群中 用她招牌的温和微笑和民众一同相胜 一场演唱会唱进经典名曲 齐聚苗栗这座山城的民众 今晚大饱二福 冬天新闻 江建忠 陆宜珍 台中菜坊报道